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影片想要加上片頭片尾 或者是字幕的部分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那個T 你可以看到的 其實因為我們是正式版 所以它的這裡有多一點點 那如果你覺得這裡不夠了 還記不記得我們就跟各位提供 有一個叫Directalone就是這裡 你可以連到它的網站上 然後注冊一個帳號免費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看到喜歡的版本 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因為學校這邊現在安裝的是13的版本 那有很多的版本 其實後來都是14以後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挑的 你要挑適合13的或12的 這樣才可以用 以後挑14的可能又回不進來 就是說版本上會有一點差異 因為新版本的會有新功能 所以很舊的它沒辦法加進來 那最簡單的 你看一般其實片頭 可能都用一些比較缺密一點點的對不對 所以你點到之後 你可以馬上就看到它大概的效果 就會類似像這樣 像這樣 那如果假設你就是要用這個 你可以按著它丟到前面來 那麼我們看一下 我們原本前面不是有一間的嗎 對不對 要不要請它 撒苦撒苦一點 後退一點 所以你可以先把時間軸稍微縮小一點 然後我就從外面這樣框起來 你會發現這次我並沒有教你用Ctrl加A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下面有沒有音樂 如果Ctrl加A有沒有全部下面的音樂都選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用拖曳的方式就好 用拖曳的你看把框起來 框超過沒關係喔 這樣往後退一點有沒有 你可以稍微後退一點OK的 好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你喜歡的標題 把它拉拉拉拉進來 這樣子 那預設的話 每個標題的時間常常不一樣 好就是如果你是用它範本 原則上標題的話 標題的話通常大概是 至少會有五秒鐘 如果你當標題的話 因為要讓人家看清楚嘛 有時候標題也許字比較大 然後又有一些小字 好所以點進來 那怎麼編輯它 你會打開一個叫做文字設計師 好這樣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改變 那當然你要放哪裡 這你自己決定 那字的大小字型 有沒有都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看 如果你要直的字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我們出了橫的字 有沒有常常看到有直的字 也有 好如果沒問題按儲存 好那這樣你就有一個它內定的一個動畫 還好它有嚇一跳 我以為打錯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這樣了解那個感覺 當然有沒有一定要放在這裡 倒是不一定 因為標準的字幕其實是放在這裡 只是因為它現在變得好像一個影片那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或者你要這樣疊在一起 請問OK嗎 如果我要疊在一起 我可能就不能選這一種對不對 我要讓它有點透過去的 你可能就要選類似像這一種的有沒有 它這裡就是會有透明的 會透明的讓你跑過去 你看這條and的這個簡單的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的 像這種就是用在哪裡 演出人員 對不對 所以就是有一些動畫 當然裡面的這些內容 你還都可以在自己調整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什麼 也是跟我們這裡的概念很像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時間軸對不對 所以你往下走 你看文字的部分一個 這個有沒有兩個文字對不對 再加上一個什麼 這個 欸這是什麼 會噴出來那個 這個 有沒有會噴出來這個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那個的話也可以去改 好也可以去改一下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插入絢麗啦 或者是這些比較特殊的圖片 你也可以插一張自己喜歡的圖片 甚至背景圖也可以改 也可以改成自己喜歡的 所以我們只是說現在先暫時利用這個範本 如果這個你不希望出現 就把它勾勾拿掉就好了 或者你直接把它按Delete都可以 甚至在這邊 也可以做動畫 那我們先不要用那麼多 先暫時用它內建的就好 你先了解一下說 其實它可能會制定的東西 真的還蠻多的 等到你覺得說我想要創作比較多東西 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所以等於我先有一個片頭 我們再來做後面這個 記得你要怎麼說吧 透過下面這個 透過下面這個 或者在空白的地方拖曳 比較近的你可以用這樣做 這樣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比較遠的 通常我就會從下面這邊來做 快一點 這樣會不會加片頭了 片尾也沒問題嗎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你是加單純的字幕 要怎麼加進來會比較好處理